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近日有消息爆出,上海上岗开始针对对内多名合约即将到期的主力球员进行谈判。 其中多名国角级的球员已经完成了许约。 对于本赛季四大接空的上海上岗来说,新赛季他们将正式进入调整期, 而球队的成绩很可能会进一步下滑。 在山东鲁能夺取足协杯冠军之后,上海上岗连亚冠资格也没有拿到手, 本赛季彻底宣告失败,联赛仅仅获得第四名亚冠赛场上的表现也是遭到一片骂声, 如今联夏赛季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也没有拿到。 对于上海上岗来说,本赛季的成绩是灾难性的, 而更可怕的是,球队的处力框架有多人合同即将到期,球队还没有完成许约, 如果他们一旦合同到期自由申离队,那么对于上海上岗来说,打击绝对是可怕的。 之前关于上海上岗多名球员未许约的原因, 已经有不少媒体或多或少的放出了一些消息, 跟队内的工资结构有一定的关系。 上海上岗想要留住处力框架,在待遇上恐怕得做不小的付出。 而中国足协更严格的现新令一出,反而给上海上岗解决了这个难题。 对于即将到期的球员来说,千兴合同只能按照最新标准来卡, 那所谓的攀比也被现实无情击败。 根据《体谈周报》透露的消息来看, 上海上岗分别与吕文君以及蔡惠康两名国角就续约一事达成了协议。 此外他们最关键的国门严峻林也早在11月份就谈妥了续约条款。 上海上岗正在逐渐地解决,续约的难题,主力框架基本上不会散掉。 对于上海上岗来说,2021赛季没有外战任务,球队将主要以调整为主。 乌尔克离开,洛佩斯有可能被甩卖,而主教练佩雷拉留任的机会恐怕也不大了。 球队从主教练到外援,整体都要做调整,国内球员方面恐怕也会进行适当的更迭。 对于上海上岗来说,备战期完成整体的调整之后,实力上肯定会有所影响。 而新赛季他们想要冲击出色成绩,恐怕不容易。 保证在调整期不掉队,就是一份满意答卷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谢谢大家。